開台啦 開台啦 啊 又要看Doboy 聽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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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音是否有問題 聲音在的話 你依擠我想聽我的部分 跟我的音量有沒有問題 通過了嗎 聲音是否國際 可以嗎? 可以嗎? 艾達哥 艾達 因為都有一個達字 意思就是 因為這個就是葡萄牙 在加士入球 就叫艾達 因為有達字 所以就叫達哥 另外呢 明天就是放榜的日子 DSE放榜 放榜 好像是先知道自己 DSE考了多少分 應該還沒那麼快知道 大學 那些大學修理 通常以往 我用回我那一套 先給A級放榜 就給你好了 你可以重新排次序 你又可以把 我好像比預期中考得好 就調回強的科上前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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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吧 現在是不是也是這樣 現在是不是 你又會知道我 DSE考了六科五星星 還是怎樣 就是不會知道的 看分率也知道 能不能進入 是會知道 對 要等八月才知道 Jubus 我哪有10A 10A的報紙就找到我 10A我也沒有這麼厲害 而且我也沒有讀過10課 問科仔 問科仔很少可以讓你報10課 你科仔可以讓你報10課 很不公平 我也想的 告訴你 射雕英雄轉3D 很好玩 他就像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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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的定局 正常就是你會知道 你大概心裡會有一個預算 但有時會有些喜出望外 也有時會突然沒有理由 我明明覺得考得很好 為什麼會這樣 那你就可以考慮一下對卷 首先你要覺得自己合不合理的分數 如果你覺得有一個是相差太遠 你就可以考慮覆卷 但我也提過 我之前也有說過 覆卷這個制度 是不是真的覆的 透明度 那麼高 你是不知道 我覆了 沒有 不覺得有什麼改變 你不知道 完全沒有一個制度跟你說 你當時回答了什麼 他不會再拍一份給你看 你會說 我來中史題 什麼叫安史之亂 他不會說 你當時回答了什麼 他不會拍給你看 你對回這個marking scheme 你回答了什麼 他不會跟你說這麼多 他不會 就是給你結果 升不升成績 好像真的改錯 加留了你幾分 因為幫你升了一個grade B 就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我維持原判 我印象中只有這兩個 那就是結果 我認識那麼多 同學 黃狗那些好像也有 檢查卷 我印象中沒有一個是升過貴的 但是有聽說過 好像隔壁班的同學 也試過 什麼柯佬 還是什麼作文 就是什麼F變B 也有試過 也有試過 又不合格 變成了Buy 不知道類似 有些很複雜 有聽過這些個案 但我不肯定 這些是江湖傳聞 但是我身邊很熟悉的朋友 十個有九個去對卷 都是無功而還的 就是八百捐錢 我當然不會說不要對 我覺得這些影響一生的東西 不要節省這些錢 你覺得是差一點點的 例如說你差一點點 有得讀大學 差一科 你當然不自在 扔掉它 幾百元 有人說現在複卷會下跌 即是不會維持原本那麼瘋 即是說 哎呀 這麼討厭 還要我還敢對卷 然後就扣回你五十分 不是啊 我覺得答得很差 看你哪些 作文的話 就有機會會有這些情況 例如你那些什麼中史 坦白說你答那些是有論點的 即是跟回 這些是很少可會下跌的 即是不斷來計算 數學 一加一等於二 那你寫了二 哇靠 即是很少我這些分 數學那些卷 我想是改錯的機會比較少 但你說什麼 Aural Aural 也不知道怎麼對 我之前也說什麼沒有 沒得對 除非它有錄音 錄音 也不知道分不分到你的聲音 HELLO I AM CANDIDATE C 他就說 有沒有可能這麼好 認得你的聲音 如果真正 如果Aural要對卷 我認為一個專業的對卷員 就是要默 我聽得出來說什麼 幾言之有默 全部考新的對白都默 這樣才有個判斷 而且一定要找鬼佬 找鬼佬來 誰說你香港人有資格 人家最好沒有語 找回英國 不裂瘋帝國的人 那些鬼佬 那些鬼佬 那些隊伍呢 我是有公信力 否則香港人 我跟你們說過 我考IELTS 那些Aural超高分 那些鬼佬都很nice 還在對我單眼 然後我就單眼回去 大家交談得非常愉快 但是香港那些就是 那些不知道什麼 黑口黑臉 你會感覺到很大的壓力 你不會覺得是 你沒辦法發揮 那些鬼佬 那些鬼佬 那些 好好聊 就是聊聊心事 怎樣 做些什麼 我去圖書館 我很記得那個題目 就是圖書館 我去圖書館 圖書館有什麼好東西 什麼書 很簡單 tell me your favorite book 你最喜歡看什麼書 然後你可以亂說 24 然後我說 你開始已經作一本 他鬼佬 好像你以前中學 那些什麼閱讀報告 說什麼什麼 你說 Tedgore Adventure 然後他說 蛤? What's Tedgore's Adventure? 那你就是自己說 Tedgore's Adventure What's Tedgore's Adventure What's Tedgore's Adventure What's Tedgore's Adventure Just like Tom Sawyer You know Finding Treasure 怎樣怎樣怎樣 尋寶故事 然後他說 嗯 那些鬼佬就 Really? Interesting 他就是這樣 當然你又會很開心 對呀 很棒的 這本書 自己喜歡說什麼 就說什麼 很過濟 對吧 他說這些很過癮 所以你說對拳 對拳 你說是否真的會跌 我想很少可突然扣你分 我想那些人都不夠僵 即是打公仔心態 他突然扣你分 可能他要寫report 為何要扣你分 Dgore 有充分的理由 如果那些人 考生不吵 考生一點 你媽媽 痴錢影響人的前途 通常最多 隨便不給 當他醉氣的態度 就是維持原判算數 我猜是這樣 為何現在會跌呢 那些人有沒有理由 即是他推出這個 就是不想你 很簡單 就是不想你去對拳 很煩 那些混蛋 就是不想你去對拳 對拳 很煩 那些混蛋 我會警告你們 其實這些就是 我會恐嚇你們 試試對拳 有機會扣分 對不對 夠不夠僵 我會想你去對拳 不過我們有機會扣分 就是這樣 釋除磚便 就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 就是傳出馬流孤力 但是我認為 如果你覺得 死仔 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我認為也值得一試 你覺得自己明明應該高分一點 但是沒有你預期中那麼高分 你還是要去試試對拳 知道嗎 好 來吧 好 可惜 因為說是假的 就是剛剛也不可能是扣分 即是他放流鳥 搞錯 你在這裡誤導人 我現在更正 大家 那是假消息 現在如果你覺得有問題 儘管去對拳 放心對 無後顧之憂 那幾百元就毫給他 萬一升完 之後就進入大學 一勞永逸 最開心 這些人不要省這些錢 不要沽寒 應洗 甩洗 這是我做人的宗旨 有些人就是沽寒 我以前有個朋友 有個同學仔 就是白癡 當時不知道是Jupas 還是什麼 總之就是不知道什麼 他類似是 不知道 Lonjupas 應該說錯了 總之是報一間大學 就要付一些錢 他說什麼 我只報了兩間 他說為什麼 省錢 我說你白癡 我有罵他 我說你不要搞那麼多 我說你不要傻 這些人一定是不省 最後他都沒有聽我勸告 然後 有其他人 成績沒有他那麼好 但就愚翁殺亡 報了幾多間 入到學校 比他還好 由於只報了幾間 然後我就說 不聽老人 而你虧在眼前 一種話 你 如果你聽我說 你現在讀的更好 這些就是 應洗得洗 不是小不小氣 是說個故事給你聽 因為你是不知道 不知道那個害處 是一個教訓 有教育意義的故事 告訴你 某些錢 就不能省 要給的 你也要給 明知打劫 對呀 是貴的 那怎麼辦 英文卷拆開幾份 逐份 逐份 但是你認為 這些是值得 一試的錢 你就不應該省 明白嗎 就算福卷成功 也沒有用 因為影響不了 第一回合 喂 你也不想錯 第二回合 喂 你的意思是 哦 別人給少了 找錢 找少了給你 你就說 那沒辦法 是你 屬於你的東西 就要親手去奪還 昨天玩巨人 拿回你屬於你的東西 大哥 做得多少 你可以能力範圍 當然你影響不了 你說什麼 第一回合 但是你可以做到的事 就是 除了這樣 還可以做到什麼 你就是 博一博 難道 雙手什麼都不做 你能力範圍之內 做到什麼 就可以做 亦給我一個 建議就是 一些考生 通常就是 最多人在想的 第一就是 會不會重讀 就是 要不要重讀呢 我 有跟你說過 重讀有分兩種 有些就是 找一間學校去讀 正正經經 重讀中路 有些就會選擇自修 之後再去考 當然我也跟你說過 自修是要很大的意志力 就是 真的超級 惡心嘗淡 你要覺得自己是 是不是 是不是 就是那個 就是 好像勾錢 一樣 就是真的 每天 記住 每天 睡覺 或是怎樣 真的 溫書 就像你上學 有個時間表 打工 今天幾、九點鐘 起床 然後就開始溫溫溫 這樣才會有機會 否則 你所謂的自修 通常就是 放下機 哇 Facebook 嘻嘻嘻嘻嘻 又來到DSE 就略三月 結果就沒有了 那一年 你根本沒有修煉過 就好像 你完全沒有提升過 你的功力 再去考 甚至乎有可能考得更差 那你就會大受打擊 而且也浪費了一年時間 只有很有意志力的人 才可以有這個本事 因為人 坦白說人是有惰性 人一向難 就好像沒有人喜歡上班 沒有人有這樣的自律性 除非你那一期持大欲 或者生活壓迫 有很大的理由去推動你 否則就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 所以我就不鼓勵 如果你萬一 假設不幸運 不夠分數 你認為自己差一點點 我建議你找一間學校去重讀 好過你去玩什麼自修 無論如何都會有學校 學習的環境很重要 第二就是有些人會選擇 除了重考DSE 就是讀大學 還有其他方法 有些人讀阿蘇 轉上去 現在的機會率都高很多 以前就難很多 什麼要投幾名 GPA 不知多少分 這樣才容易進入 現在好像我的感覺 聽過收過風 身邊的朋友 在阿蘇 即是副學士轉上去 感覺上是比較容易 沒有以前的歌仔那麼難 不用說 那麼辛苦 所以是移入了 你也可以考慮這個途徑 但你要考慮清楚 你要讀什麼科 我印象中也是很快報名 被人全部報了 你就沒有了 否則你就慘了 就讀那些 例如你想讀 假設是文科 就沒有了 今天就得到什麼設計 或者工業 什麼科 你不能讀 你就沒有了 你就要想定 有一個計劃 即是賣 夠分的 你當然可以開開心心 我就想想 填什麼JUPAS 什麼東西 填什麼科 不夠分的 你就要想定 究竟是重讀 還是有什麼去向 就要自己心裡有個底 好 好 我們落後一球 看看有沒有機會追回 咳咳咳 又說什麼 沒有人想做文科仔 文科仔 你只知道 阿蘇你文科仔 你轉上去大學 也有其他 沒有人說 你讀文科 就一定是轉上去 你夠分的話 還是可以轉什麼 商業 那些 我印象中好像是 蛤 你們怎麼看 有人在這裡胡說 在廟街看見我 什麼大牌 根本沒有試過 今天有 我說什麼 今天我遇過什麼人 就是一個小朋友 跟他媽媽 應該剛才在幼稚園 畢業 然後他媽媽就說 她說 你是不是想和哥哥拍照 她說要快點發聲 要不是哥哥走 然後小朋友就說 哥哥很喜歡看你的廣告 可不可以跟我拍照 笑笑笑 然後我跟他拍照 媽媽說 你真是好人 想不到 你又英俊又好人 真人比照鏡 就是這樣 我從來沒有試過 有人對著我的反應 我說你這麼大牌 好喘 喂哥仔 你也很喘 沒有 全部都是說 你真人真的很好 有些人就是不認識 我都說 我不認識你 但也覺得你很好人 有些主婦就說 我還沒見過你 我不知道你 是誰 但也覺得你很好的人 他也是這樣說 多謝多謝 從來都是這樣 沒有試過 不知道為什麼你們這樣抵衛我 這樣做對你們有什麼好處 說我什麼大牌 全都沒有 全都沒有 沒試過 那些主婦 那些小朋友 那個男人 男人 老狗也好 女孩子也好 女士 先生 叔叔 叔伯 兄弟 全部都是說 很好 沒試過有一個 是說我什麼 全都沒有 好 好 又說什麼 前天問他拿錢包也不給 即是 有一個人問你拿錢包 你會輕鬆給 而且也沒有這件事 喂 給我錢包來 然後你問 喂 什麼事 為什麼要給你 然後你就會說 很糟糕 不給我錢包 打劫不給錢 你就是好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有一個人可以打劫 我給你人包 我給你手機 我給你手機 直到矯鞋 就不傳 就是崩崩有禮 如果你就 喂 做什麼事 你想打劫嗎 這樣就是沒有禮貌 是不是這個意思 蛤 蛤 不要說這些 繼續說那個 放榜的問題 我最重要是 自己有一個 盤算 有一個初步計畫 夠分是怎樣 不夠分又是怎樣 就要自己好好想定 千萬不要說 因為太大壓力 如果你有困惑的時候 你就問問一下別人 就是問一下朋友 問一下爹地媽媽 通常你的朋友 都會有些聰明一點 好像出目慘 你問一下 如果有腦子 你問一下出目慘 應該怎麼做 b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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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一下好 老師 有心會給你意見 那當然有沒有問 有些老師 沒有什麼怎麼理 沒有什麼人情味 那些就不用理 對 對 對 有人說什麼 讀什麼書 不合格 出來做事好過 讀到出來 萬多元 讀不到又是 萬多元 做多你幾年 整個世流流長 幾年 有什麼所謂 對 看你個人興趣 路向 有些人喜歡追求知識 沒有說 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錢 賺什麼 賺什麼 不是賺錢 大了 你喜歡 有些人追求知識 你喜歡做事是可以的 沒有所謂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路向 沒有說 一定 不合格 做事 沒有關係 那 考不好 或者什麼 就不用太大壓力 我建議 今天有 我看高登有個帖子 就說 有個議員 有個議員 就不知道什麼 先戴頭盔 這個我也是看別人的帖子 他就說什麼議員 就 考了很多年 不可以記得 有幾年 什麼重複了幾年 然後呢 考了 至少四五次 我不記得實數 總之 多次數 然後才 什麼 六科合格 然後就說 什麼 不知道什麼 什麼英文 有些 還是怎樣 意思就是 做議員 他考了這麼多次 都可以做到議員 即是不合格 考了這麼多年 才能做到六科合格 仍然都可以做到議員 意思就是 考試 又不代表一切 不是影響你一輩子的結局 你又不用因為這樣 垂頭喪氣 心理受到 打擊等等 自己就要保持 心情冷靜 不過看一看 縮台多 我想成績也不會太差 正正常上 一定是有 平時要傳授不少知識給你 你已經比平時 多上別人一個中堂 兩個中堂 你知道嗎 一個中堂是通識教育 當然有 不止通識 科學也有 文科也有 什麼都有 你已經多一個中堂上課 第二個中堂是 寫作教學 故事教學 有很多不同的遊戲 那些什麼故事 作文已經 正常應該都領先人 打擊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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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很多人 通常每次考完 很多人 多謝 全校看你 我才 有不少兄弟 之前都是說 什麼重複 聽我說 要很大 迫自己 用力挑戰 用力溫習 才忘記到要溫習 終於成功考入大學 有些兄弟都是這樣說 很多人報喜 通常完了就 總之最後一句說完 就是祝你們高中狀元 輕鬆進入自己想讀的科目 進入大學 沒有難度 好嗎? 蛤? 咳咳 之後就先說說新聞 最近很多人 最多人談論的其中一個遊戲 叫Pokemon GO 大家有沒有玩 其實這個遊戲本身 香港應該還未玩得住 但是香港是手機遊戲 這個Pokemon的遊戲 香港應該還未玩得住 但是早前 不知道有一天 香港地區試試 一試的時候 人們就狂下載來玩 玩了一天 好像一天 一天左右 然後就鎖了 鎖了區域 這樣 有傳說為什麼要鎖回香港 第一就是 因為剛剛香港是測試 第二就是 那個伺服器 馬上爆 大家知道 香港人 網絡 香港上網 不知道全世界頭幾快 僅次於南韓 南韓 最快 好像就是香港 馬上狂取 那些人 報紙又說 什麼伺服器 馬上被他弄到 弄到 弄到 然後就馬上瘋了 那這個遊戲 帶來什麼影響呢 就是 有些人首先 任天堂的股價 就瘋了 他說 突然間狂聲 他說 有史以來 最大 不知道 1980年 有一次 就是升二十幾% 這隻Pokemon GO 上了之後 有史以來 就是第二次 又是升二十幾% 就僅次 就是上一次 就是已經相隔了二十幾年 股價大幅反彈 那麼 那個市值 也都 馬上加了多少億 因為這個遊戲 那 為什麼呢 任天堂就是 因為Pokemon 當時就是任天堂 Gameboy 自己弄出來的遊戲 本身就沒有卡通片 一開始就先弄這遊戲 一開始就弄 根本就是 比卡超也是KLFA 但前幾集 什麼小火龍版 什麼紅版 你們經常說 什麼紅版 藍版 綠版 大家都知道 本身就是大木博士 給你三隻 就是 小火龍 車里龜 還有 奇種子 本身這三隻 今天皮卡超也是圈崩奪主 妹仔大過轉 人婆 後來 就是 無故不知道 哪個瘋子 找她做主角 本身就是這三隻 小火龍 奇種子 車里龜 慘變大騎 第一季才有 最多她的氣氛 後來都已經潛了水 很可憐 很可憐 我覺得奇異種子 很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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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看 什麼妙蛙種子 很難聽 以前看過 什麼妙蛙 看過 哇 兩棲類動物 舌頭很長 怎樣怎樣 根本不是 有些人說 現在要跟證 不明白叫什麼皮卡優 你喜歡吧 無所謂 好像我永遠都是叫叮噹 吹人 我是叫叮噹 搞我吃 我是叫什麼 紀安 正義 我是不叫正香 我喜歡叫阿福牙刷仔 我不喜歡叫什麼小夫 阿福這名字還好 阿福這名字還好 阿福他真的很有福氣 腹頭 含著金鎖匙出世 阿福 阿福 很可憐 我覺得那三隻本身 什麼小火龍 很可憐 現在已經很久 十幾年 暫時噴火龍 進化了 小火龍會進化 噴火龍 暫時又會出場 一兩集 其餘這些元老級的小精靈 已經被遺忘 為什麼呢 因為商業元素 每次用不出新的小精靈 不可以 那怎樣才有 加新的小精靈 那些出場畫 即是出場鏡頭 就要跟著小智 主角 所以就是這樣 這遊戲很受歡迎 但也帶來有點麻煩 有些人說澳洲 不知道有個警署可以捉 不知道什麼川山甲 什麼川山鼠 那些市民 又為了要拿這隻川山鼠 就走進去 警察說我要捉 川山鼠 是吧 因為這遊戲 是怎樣呢 就是要走來走去 即是它是配合AR系統 即是在手機那裡 你會看到現實的景物 然後你會看到 咦 那裡有一隻小精靈 那你就要去捉他 通常在澳洲 就在不同的地標 就會有不同的小精靈 例如黃金海岸 可能是沙灘邊 有什麼車地龜 才算 因為海屬性 什麼海星之類 你就可以捉 那他又說 為什麼會引起麻煩 就是不知道那個什麼警署 他說警署有什麼川山鼠 然後有一些人 就說 我的地圖顯示 說這裡有川山鼠 就走進去警署 我現在進來捉小精靈 可不可以 那警察當然是火 神經病 警察從地過來捉川山鼠 他說由於太麻煩 很多人走來問可不可以進去 什麼警署 Facebook 你不知道是Twitter 出了一個鐵文 就說什麼 不要再進來問了 他說什麼 你在門口都捉到川山鼠 不要特地走進來